透过简报,老师介绍膝盖疼痛的常见原因,并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,让参加学员了解基本的理论,学员们从中手艺匪浅,除了增进膝盖保健的知识外,也学习到如何处理与预防相关疼痛。 老师的教导是针对局部的部分是用拍打的,按钮的,这个是我在家里面有用过的,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收获最多就是这个方面,刚刚也有请教老师,他是说继续的这样子使用成果会比较好一点。 那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在平常就可以对膝盖做保养跟解除他的疼痛,当下我们自己推完之后真的感觉就差很多了,所以非常感谢有这个课程,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里面就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做保养。 理论讲解完后,开始实际操作示范,草屯镇三角社区每个月一次的自助学习,特别规划膝盖疼痛自我按推课程, 所有的学员认真参与,社区希望透过课程和李明分享健康知识,并应用在社区照顾关怀据典的教学,帮助长辈学会居家自我保健的方法。 在老师这个精辟的讲解之后,有肌肉的组织,然后一些按推的方法都给我们获益良多,那我们以后在家里也可以自主,就是自己自己按推。 像我理事长,我学了这个课程,在长者受课之后,我会跟他们分享,怎么按推,怎么去舒缓这个疼痛。 县员廖直游表示,透过自主学习课程的推动,教导学员按推方法,不仅有效缓解痠痛,还能够帮助到在日常生活上的保健和身体的条例,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受益。 我们自己自我学习,知道我们如果是在生疼的时候,要理到一个线门,到一个线道,这就是自己学习,对自己身体管理,自己健康,最好的方向。 所以,我们参加社区,这个自我学习,自我管理健康的成长的一个课程,也感谢到我们社区在北出来的种子老师, 带到我们这里来使用大家,来认识自己的身体,管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。 每个月一次的自主学习课程安排相当丰富,深受学员喜爱,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延缓是智识能,更增加学员思考的机会及动机,也增进情感交流,结交,直同道合的朋友。 记者红一顿草屯镇采访报道